投资长您之前说过 ABF载板三雄还会再喷出 果然今天股价就创下新高了 像是南电今天盘中大涨将近有3% 而且股价率先来到今年的新高点 另外像爱普跟德伟一开盘涨幅也很可怕 像是爱普他有涨超过4% 而德伟的涨幅也有来到5个百分点 投资长您今天的标题是说 哪个大绝招出现就不会有金融风暴 而且台股还会再喷出是哪一招呢 我非常肯定美国政府官员 接下来会出这个大绝招 这个大绝招只要一出现 我告诉你 大家就不会去银行挤兑 就不会有这些风暴了 真的吗 德伟敢如此肯定 这个大绝招是什么 我独家的报告这一切 你就知道 你今天看荣耀华尔街是值得的 大家好 我是一会 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今天是3月21号 台股上涨了93点 收在15513点 瑞士银行确定要收购瑞士信贷 而美国联准会也邀请全球五大央行 共同来提升流动性 让投资人的信心回笼 高穷指数大涨了382点 美股四大指数也全面收高 这一波欧美金融大地震 已经没事了吗 后市盘式解析 我们要交给经济日报 选股冠军纪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场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郭哲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一位各位朋友大家好 投资长好 你好 昨天这个时间我也在看手机 然后幸好那时候小道琼 跌差不多300多点 对 然后幸好我跟大家讲说 如果是香港的问题 问题不大 我有跟大家讲嘛 所以你看后来就拉尾盘拉起来了 之后美国股市又收高了 哇震荡那四五百点以上 可是你要专业的分析师啊 在这个动荡时机 你要找最专业 专业不是嘴巴说的 专业是要呈现出来 专业不只是要考上分析师 这是最基本的 对 我就慢慢的做给大家看 好您说来 对大家可能有看那个 容许我 都有锁定 不好意思 容许我在你边讲话的时候 我会听 然后我查一下最新的新闻 好 因为最近太多动荡了 可是今天节目一定要看 因为如果出一个大绝招 什么都不必怕了 好不好来 OK 好 记得投资长您之前说过 外资大摩的话是不可以相信的 果然这个ABF载版三雄还会再喷出 果然今天呢 股价就创下新高了 大摩看空的缺口也顺利回补了 像是南电 今天盘中就大涨了3% 而星星呢盘中也是大涨将近有3% 您之前还说过 这个南电跟星星比一比 南电是比较强的 果然今天南电的股价 就率先来到了今年的新高价 所以就算不只是ABF载版三雄 我说你不要放弃 不要理外资 甚至于我跟他ABF载版三雄 我最靠谁 我讲前面 对 没有像我这样的分析师啊 好不好 我每天给你变魔术 暂停给你变变变 那个才简单的 我要这样讲也可以这样讲 只是我不太喜欢这样讲 因为那没有意义啊 因为你真的能买得到吗 你真的能买得到吗 好来你继续说 你重点的话是 投资长的话都有一一的印证嘛 那之前你也教过我们说这个 艾浦跟德韦之间也有所谓的比一比 那今天呢 艾浦大盘中开盘就大涨超过了4% 而德韦今天一开盘也是大涨超过了5% 这两档都很强 通常他是不是有点像是 第一名跟第二名的比赛啊 但其实他们都是台股的自由生 都是台股自由生啦 不会在两个不同的族群啦 我只是那时候告诉你记录线 可是同样都要300元 所以起伏很重要嘛 所以很多人都在留言 你自己都对你的股票没有信心 你怎么会期望 有人会帮助你呢 国家说也没错吧 对 你对你的股票都不愿意写个加300 加200这底下起伏 怎么赚钱呢 是不是 这跟大家讲嘛 所以聊天室动起来大家 起伏加300 你继续说 好另外 另外我们之前的五够红 创围今天也有表现喔 今天盘中大涨将近有4个百分跌 另外呢 六小福的智元 今天表现也很不错 投资长大家都想问 你有没有下一个标股的预言啊 当然有很多啦 可是标股预言要建立在大盘是对的 好不好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 我先讲喔 你们在看一个新闻 就什么新闻 就是说 你会发现到 因为很多人参加我是看我半年看我一年的 他看我节目很久 他发现我很认真 就是很多人不相信啊 比如说 你可以有时有些人会觉得很恐怖 比如说 我突然就是有时候会丢讯息给他们 你好你有什么想法 你是假的哲哲你是助理 然后就录一段音给他听 然后他就 就会闭嘴说哲哲你好认真 或者是有些人要来我们公司 某个签约 基本上你在9点之前10点之前 你都可以看到我 你要求见我本人我就会在 你懂吗 我好像一个人形不偶一样 你知道吗 大家拍照 我都会在 所以any time anywhere 我也跟我们 那个业务同仁讲 或者是特助讲 晚上12点之前 你打断档给我的没关系 如果有重要集市 凌晨打断档给我的也没关系 因为我 因为我正在看美股 我不是正在看美股 我就准备在看美股的路上 就很简单 或者看国际股市的路上 你可以去夸张我们来看一件事 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来 先看我们昨天的标题 没错吧 瑞幸事件和皮若鹜 当at1债券却其争议 金汤汪问号 没错吧 对 然后为何港股大跌 也造成小洞熊指数大跌嘛 我昨天也跟你讲 如果是因为港股关系不必紧张 上规指数却收红嘛 对不对 这昨天大概2.4万次 这是字幕版的 如果我不知道字幕版还是非字幕版 可应该是字幕版的 非那个直播版的 他也快要2万人次嘛 所以我每天影片大概就4-5万人次 这就是你要的分析师 有影响力的 专业性的分析师 好 每天影片喔 所以跟大家讲说我们时中粉丝很多 瑞士信件和平落幕 我是昨天标题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经济日报 最专业的经济日报 我也参加经济日报全股比赛 基本上你在资产有善益的大户 在股票市场里面资产善益的大户 他绝对会看经济日报 这个绝对不会有问题 好不好 这绝对不会有问题 好 所以经济日报直接说了 瑞银就是买下瑞幸 这不只是我昨天标题 是我前天凌晨的文章吧 对对 所以你看经济日报到今天的头版新闻 很专业 可落后于我 没办法 因为报纸 它就是一天只有一次 可是最专业的新闻 我及时告诉你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你睡不好觉 有些人睡不好觉 我现在为什么国际股市大跌 现在为什么很多人来找我 因为他要找一个 胜过爱他自己的股票 的一个分析师 我爱你股票胜过爱我自己 我每天紧张要命的股票 我对我自己的几千万台湾值 我不屑一顾 我每天还在赚钱中啊 只是赚700万还赚800万还赚900万而已啊 我根本不在乎 反正我今年就是会达到1000多万的目标 走掉 信不信由你 到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天分 可是这不重要 我要告诉你 你可能觉得我很臭屁 可是我的臭屁 我的自信是建立在 我每天每天不断努力 这份上 好 来 国际金融充口器 瑞银就是买加瑞兴嘛 对 对 嗯 完全 中 完全怎么样 完全 完全命中的嘛 这昨天的嘛 Duck AT1债券确起争议 经济日报最近一直看多 公商时报一直看空 这跟有些分析师 故意看多一样 有些分析师 故意看空一样 为什么 都是要创造话题性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我说有些而已 好 我不是说每个人 瑞士AT1债券硅零先锋报 有没有讲 有 昨天就讲 昨天讲的 昨天的新闻标题 涵盖两个专业的报纸 你不就是找一个 最专业的分析师吗 所以你一定要加我LINE加起来 加我LINE加起来以后 怎么样 要加我Telegram 因为我70%文章 在LINE 我如果凌晨一两点的文章 我基本上我99% 我会写在Telegram 不会写在LINE 为什么 我凌晨加班 我还要付钱给你 我真的要付钱给你 因为我付钱给LINE 你知道吗 我等于发简讯给你 等于有人给你飞鸽 飞鸽传出 或者是发简讯给你 等于那样价钱 我一发 就发十几万人 不划算 算他算我0.1元 还是很贵 你听得懂吗 等于一个人 我发一次要一万多块 太贵了 太贵 所以我会发Telegram 因为我是最及时的 所以你要找最专业的分析师 这件事 我比你还在乎你的股票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 因为 参加我行李 我这件事 你今天节目一定要看完 为什么一定要看完 因为除了大绝招以后 我告诉你 国际的金融动断 全部结束 你现在看所有的分析师 他每个人都在提AT1在建 那为什么这AT1在建 或瑞士或是SVB 谁最先的 你记得上礼拜 不是前天 是上礼拜周日的时候 是谁加班告诉你这个金融海啸很重要 这可能会成为金融海啸 我一个简直是 只有我啊 对 很多人轻描淡情 或甚至没有讲 很多财经记者或很多财经电视没有讲 我直接告诉你一礼拜天 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有没有讲 有 你看喔 SVB幸好 是怎么样 幸好是保全所有存款户的钱 不然现在你说台湾股市会不会跌1000点 会 所以我告诉你接下来大绝招 一定很重要 嗯 为什么一定很重要 你要有破题也没关系 我直接给你破题好不好 还是不要你觉得 我好紧张喔 我当然 想敲碗要 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吗 我要故意敲碗好不好 我先告诉你什么样专业性的差别 来 我先跟大家 为什么说参业性的差别 因为我最近看到很多网友 讲的一些笑话 就这个聊聊天 我先聊聊天 记得一件事 这个大绝招一出现 就不会有问题了 基本上大绝招会出现 会出现 所以我的结论是非常好 来 我看一下这个百万YouTuber 我是 16万YouTuber啦 9man嘛对不对 对 买房课程开卖一天嘛 嗯 你帮我念一下 好 9man买房课程开卖一天 惊人销售额曝光 嗯 然后爱轰什么 爱轰什么 割韭菜照样买翻 你看早鸟价3980 哇塞 云课程12800 他有没有什么什么房地产的那个 的执照 没有 没有 买房秘诀 买房秘诀 你看 然后一定会被缩割韭菜 他也不管 重点是一天大概赚700万 那我要讲啦 当然不好意思 我们那年收入一定比他们高 我没有嫉妒他们 我是要告诉你 现在很多人都想跟你们韭菜 可是这则不一样 线上课程一直在YouTube在买 不然就心理治疗课程在买 嗯 跟现在财经YouTube做的事一样 可是久妹做的事是合法的 你懂吗 嗯 可是如果你生我一个卖财经课程的YouTuber 你就完全不合法 违法证券信托及顾问法第四条 这讲得很清楚 你上网去查 你免可以去检举 不然我们正眼角色在干什么 也事实上很多人被检举的 事实上非常多人被检举的 也都是透出钱来 我不懂为什么迷你这么多人被检举 还要 还是愿意赚这小钱 所以我要告诉你就是说 久妹是合法 可是卖财经课程是绝对不合法的 对 那久妹你们会觉得很生气 有些人会觉得很生气 你凭什么卖线上的房地产课程 可是我们分析师 我要告诉你 我不止你说 我以前是20几年前 不好意思被你知道我的年纪了 我可以读书在政大20年前吗 我不知道在几岁 whatever 秘密好不好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大一的时候 算算年纪差不多啦好不好 在政大 毕业这个不重要 为什么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就算你读完台词到政大 你可能一天读个五个小时 八个小时 十个小时 whatever 不好意思 我从毕业以后 我每天花十几个小时 在研究股票 所以你交给我顾问费 怎么样 非常划算 因为我是熬夜牺牲生命来帮你拯救你的股票 我要跟你讲清楚 第二件事情我也跟大家讲啦 我说其实卖这东西啊 这就有差别 那我也跟大家讲我开玩笑 我说这个不是要卖这个课程吗 对不对 现在我是网友啊 因为以前很多YouTuber 我说那个广赏很壮的广赏嘛 对不对 我其实我在此哦 新生一季 他其实不用卖什么便单啦 你不觉得真的是 比较不像读书人吗 卖都卖那种辛苦钱啦 人家卖个课程 2980元的 还可以卖所有人的 对 是不是他卖个便单 然后被人家骂 哎呦CP值高不高 像要涨价了 还骂人家 哎呦你怎么样 他要跟他解释我的成本 他也蛮老实的哦 我在此新生一季啊 反正大家喜欢卖课程嘛 他不要卖财经课程就不会违法嘛 他卖什么 博集课程嘛 对啊 是不是他可以找来最夯的嘛 什么乐天女孩嘛 找林香嘛 真香嘛 两个人叫什么 线上博集课程 十字固定法 谁十字固定法谁不知道 这课程会不会有人买 卖1999元 我告诉你卖方的 也合法 反正大家都喜欢卖课程嘛 卖这些不是财经课程都合法 不会到时候真的是 到时候就真的卖这种课程吧 你卖送讯课程也可以啊 卖这种便单好可怜哦 或者卖饮料店好辛苦哦 大家都喜欢割角菜 可是我觉得 真的是专业性比较重要 听得懂一句吗 专业性比较重要 至少你可以看到凌晨 我牺牲燃烧我的生命 怎么样 因为这是我的兴趣啊 不然撑不久啊 你懂不懂我撑不久啊 你不能说房地产课程 或者说搏级课程 交完就没了啊 可股票课程不一样啊 你这个SV 2008年有金融海啸 今天有一个另外一个海啸 怎么办 我告诉你结论 我自己告诉你结论 在上上个礼拜 全台湾只有我 你们拜托你们多去比较 因为现在时候我们一直讲这个 礼拜四的废的会议 对 要撑零码或撑硬码 这不是我一直讲的吗 嗯 然后SVB银行 那时候我也讲说没问题了 瑞士信贷我一直跟你讲 真的没问题了 有没有 瑞士信贷第一次跟你讲说 哇金额多少 这不用拨重拨吧 从10亿元 10亿元没讲 可是20亿元我说有机会成交了 对 瑞银买瑞士信贷 今天头版新闻 什么样都落后了 我直接预告了 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 升息不断挤堆 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不能升那么快息 所以最多升一忙 不升息马上米皮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大绝招 我跟你讲 SVB银行为什么 他之前为什么挤堆 是 因为他没有列入存款保险户 他没有列入存款保险 所以现在怎么样 现在只要一个大绝招出现了 听清楚 美国不要都说重播 你觉得好恐怖喔 美国政府直接宣告 所有银行 存款保险 都列入存款保险 没事 甚至于美国政府告诉你 存款保险 从25万再提高 全变35万 我告诉你不会有任何金融通报 这个时候你要用你买股票了 会不会用 会 我觉得机率是87% 比87%还更高 我告诉你喔 我自己预告了 我自己预告美国政府会做什么 好 这就是我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美国政府做什么 在这 风暴会跑来欧洲 我刚才前面都讲干话啦 说老实话 现在跟你讲正强话啦 什么馆展什么铃香 你记得 节奏要懂我的节奏 直接这样子好不好 重点来了 对 美国做了以后 欧洲会不会 风暴在欧洲 也不会 为什么也不会 如果美国所有的银行都可以保全了 都可以保上存款的用户 你觉得欧洲会不会造作 就跟进 他会说美国老大都造作 为什么不能造作 对 民怨也会比较低啊 美国都造作为什么不能造作 这真是大绝招 好厉害喔 对啊 除了这大绝招以后就不会有任何事了 为什么 因为任何银行都经不起 对我管理就算台湾银行都是一样 兆丰银行都是一样 对 为什么 为什么任何银行都经不起 对 你存我 钱放在银行 你就要给我利息给我 我怎么生利息给你 平白无垢 我但是投资比较高的 商品啊 那我把钱放在比较高的商品 你叫我去投资比较高的商品 然后勒 那我可能要放一年放半年 你要规定我现在我今天存下去 你现在明天把我全部挤对了 我哪有钱给你啊 任何银行都没有要挤对 这是要消除 弥凭你的紧张 全部都有存款保险 而且还提高 就这么简单 所有银行 那你懂吗 懂 大绝招 会不会出现 会 会至少百分百七% 我已经不想要解 一般人其实告诉你 礼拜四升息这什么东西 你懂吗 我先告诉你0码跟1码吧 你要我解也可以 这个已经是 一个礼拜的事情了 升息1码 就跟通膨一样 因为那时候因为你没有在目前 那时候是LUNA 可是你自己知道 那时候你在製作人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在福利社的时候 大家我们在讨论节目 我是不是很坚持一定要讨论CPI的数据 对 什么CPI多少 那时候所有财经节目 你非凡东升 没有人在讨论 像每个人在讨论CPI 公布CPI怎么办 公布到底7还是6还是多少 都落后了 你真的懂我的节目 你可能觉得我不重要 那为什么 后来所有财经节目 财经分析师 都有提到 提到多还是少 有些人提到说 这个很重要 接大牌 有个人说 这个根本不重要 反正股票暂停就好 那还是提到 不重要什么提 我没有特别攻击谁 可是 我是领行者 所以我要告诉你 你拜是这个升息 不升息直接大涨 升息一码一定给你隔派言论 所以只要升息一码隔派言论 再配合 我告诉你 我就是所有的银行都列入存款保险 就是你如果银行倒了 像台湾一样 银行倒了 我保你有750万 就大概750万台币 对 你从那边700万OK 全部列入存款保险 我再大你10万变成 多少 1050万的台币 都有保险的钱 1000万够了吧 30万够了 35万够了你知道吗 30万够了我顶多那我就把部分钱 挪来挪去就好 基本上已经 你平了所有风暴了 就不会有风暴了 不要 一个就一个 一个报一个什么FRC就FRC 什么西部银行就西部银行 统统不重要 这招大绝刀 你会觉得我很恐怖 就如同礼拜天的时候 我告诉你美国政府一定要在48小时内就SVB银行 保障所有用户存款 请问你 那时候礼拜天有任何分析师 有任何台币节目 讲跟我一样的话吗 有了吗 没有 绝对没有 因为他们礼拜天没在加班 我也没有攻击别人 我是工作狂 我不需要攻击别人 我想是事实 所以你要找一个比你还在乎股票的分析师 凌晨1点发文章 凌晨2点发文章 这也是凌晨1点2点发文章 或在推入管 我没办法 你想要加我赖也加我赖 只加我赖我不会写那么多 我告诉你我只会写70%文章而已 我一天就一个扣打 发完我就不发了 你怎么发 就是中午发完一篇 晚上顶多再一篇 2万块 就够了 我也不发了 2万块一个月也要 四五十万 拜托 是不是 但是这次还有钱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还有钱 好不好 讲这股票来我们来看一下 董事长今天外资卖超28亿 应该不用担心吧 根本不重要 如果存款用户保险 那又怎么办 我也想要解外资 现在完全不重要 如果 如果我存款 存款保险 这件事情我直接提高10万 变25万变10万 然后所有银行 本来没有列入存款保险的 像第1共和银行 像那个SVB 没有列入存款保险 我通通列入了 会不会涨 股市会不会涨 股市会涨以后外资会买 对 所以不重要 所以我跟你讲 你可以在网路上看到 100本技术分析的书 在市面上讲技术分析的人 或是YouTuber或分析师 他讲的东西你在财经的书上都可以看到 可是我的 你看不到啊 没有人会跟你讲 SVB银行美国政府要怎么做啊 你懂不懂 没有人啊 你看到都是永远是事后对赞当啊 哇我突然一个YouTuber好厉害喔 我从 10万赚到1000万 从10万赚到1亿 你怎么知道真的还假的 我都不相信 那你至少像我一样参加 全国比赛嘛 你觉得虚拟的你可以像我一样丢钱买 买ETF啊 是不是 我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不一样的 我告诉你这个绝招会出 我告诉你就是会出 就是会出 我非常有信心 你到时候我就去重播刺激你 这件事 到时候 怎么样 美国政府就会保占 索尔银行 存款保险 列入存款保险 好列入存款保险 这个大绝招一出就会涨了 甚至于存款保险从25万金额 调到35万美金 完全米平所有的红包 这时候你要用力做多 会出 会出现这个大绝招 我自己告诉你就是会出现 一定会出现 不要说一定啦 因为我们这边我们是合格分析师 不能讲一定 没有什么是一定的 获利也没什么是一定的 我过去继绕也不带未来继绕保证 这是事实 你们想要相信那种免费的 我免费很多人都被人诈骗了 为什么诈骗了 假的这份骗 假的这份骗 我从头服务免费到尾 不可能是血 你们要知道羊毛错在羊身上 如果你们相信天下有白色武昌 你们就是白什么 白活了 真的好不好 这样你们这辈子装不了大钱相信我 会被诈骗骗的人都是因为 相信免费的 这事实在不可能 好不好 都不可能 什么都是一样羊毛错在羊身上 店家攒家 攒在店家 会不会攒到你身上 当然会啊 就像攒蛋 蛋价变贵了没攒到你身上吗 都一样 羊毛错在羊身上 要了解 好不好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赶快赚钱 好不好 创围 我们说几根黑K 246 8天里面7根黑K 可是在玩你 今天攒上去了 你有预算的人 我觉得你赶快 创围会比较好 我们有些会员朋友们 陆陆续续 我觉得你创围 预算换成创围 同样Type C的族群 你要选龙头 你懂吗 就像为什么 我的艾浦那么强 他是不是龙头 是啊 他龙头 最近有增量 可是不重要 因为像这个HPC的高速发展 还有CHEK GBD 你看到现在很多人真的很无聊 他答的真的是 OK 比如说人家说 比如说今天 比如说 日本队 比如说这样子 比如说今天春上 那个 春上吗 什么龙都忘记了 反正日本三冠王 春上 今天集出最后一个安打 最后一个安打 逆转身日本队 你看我什么都要懂 WBC世界杯淡满球赛 可能有人在还没有他出现之前 他可以问他说 如果你是总教练 你到底应该要派春上 还是不派春上 这个他都答的有道理 有道理 比如说我周末的时候 你去看Blackpint的演唱会门票 看我快累死了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Blackpint的演唱会门票 有被挡住吗 不是没有被挡住 不好意思我位置很好 谢谢 对 就砸钱下去就位置了 因为我买了10个会员 光10个会员就花7000块 好 那我要跟大家这扯远不是炫富 不好意思 哲哲比你想要还有钱 这不需要炫富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比如说演唱会门票 那 网路上就有人讨论了 一个男生跟女生讨论 女生手机没电了 要跟男生借手机 对 那男生说你干嘛去借手机 你侵犯人家的肖像权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问ChairGBT的 ChairGBT说 演唱会有肖像权 没错 可是只要人家没有制止你 你通通可以拍照 所以在Blackpint演唱会的时候 人家没有制止你 就是可以拍照 你男生不应该跟女生吵 哇 TrayGBT连这个都回答出来了 不是每个人像我一样 这么怎么样 有自己想法 事实上99%的人 他是没有一定他自己想法 他是随波逐流的 我有时候也会 我没有怪你们 人就是有羊群效应 所以他真的不知道的时候 他会问一个 模拟的一个 大概一个消息 他会去问TrayGBT 所以这个ChairGBT每问他的时候需要伺服器 对 需不需要一些听片 越来越多人问需不需要 要 那答案不就出来了 答案不就出来了 我讲讲喔 你连Blackpint演唱会 你都可以问喔 你可以问感情喔 可以问你们两个之间感情啊 诶 男生说女生不要拍照了 手机不想借他 但对不对 肖像权啊 我要尊重人家肖像权啊 女生说这个有什么 大家都在拍照 结果他有告诉你 诶 真的有消产权 可是人家没有禁止你 消产权就等于放弃了 喔 很清楚 我看我路上的讨论这个 哇真厉害 所以这个大绝章一出现就不会有金融风暴 台股就会喷出 短期内就会有 我们赶快讲股票 因为我要讲股票 我要臭屁一下 帮我们念一下 来 恭喜 恭喜 6531爱普 股价天天涨不停 创下11个多月新高 手上持股 获利虚报 这转天有没有秀口气 有 而且我对会很好 我本来是特别会员 我说我不要像别人老师一样 我什么股票好像都会有 或者一檔葡萄草会员 一个月就买个几十檔股票 我不学这种事 再买几十檔 好处什么 我天天可以表演展平板 我无聊喔 我选拥冠军基督保持者 我干嘛做这种 这么普通的事情 我喜欢做未来的事情 包含我喜欢预测美国政府 如同SVB 银行 我告诉美国政府 该怎么做 你听着你会觉得很臭屁 但是你不够了解我 但是你不知道我用燃烧生命 去维护我的专业 如果第一次看我节目你一定听不下去 那我拜托你 你就订阅我的频道 你去看我是不是这样的人 好不好 你看我这样的人 如果你认识我很久的人就知道我是这样的人嘛 你们不相信 今天很简单嘛 我们今天直接加888 加起来 打我是不是认真的 我们这样 摇线事动起来 加888 只是是不是你见过 最认真的分析师 那他们知道折粉的威力 这样我替你们熬夜才有意义嘛 等一下就有 因为这有时间落差 艾普股价天天展不停 我讲的是那个直播 来 这个是这个艾普 那我们来看一下德伟 今天 有点开高走低 这两个股票怎么样 都开高走低 可是不重要 他就是要喷出去 因为不认识德伟和艾普 在上礼拜行情不好的时候 他们都很强 只是艾普特别强 艾普有拉尾盘 你不想要艾普拉尾盘 这个你就大过敏在洗盘嘛 他要创新高了 他要创新高了 你要平成金他要创新高了 好不好 这六五三金艾普 好不好 还有什么 还有金瑞 金瑞进出 今天看起来沙尾盘 我看这都不重要 因为如果这个美国政府大举照一出现 是有他们在赢你喔 可是我直接告诉你就是会出现 你不要等出现再买 那个股市 就来不及了 就是你会少赚一天的可能300点吧 200点300点 或者只是两天的300点 或一天的200点 好不好 金瑞 345是金瑞 金瑞进出 恩 虽然泽泽一样一人寄出事满难追 股票会事满难追 这是有可能的好不好 这是有可能的好不好 金瑞这股市的不错 所以我跟大家讲 8016蓝店 这漂亮 这什么缺口 大摩缺口 就像我讲的嘛 分析室有人喊多 有人航空 虽然经济日报现在的喊多 公众时报都吓你 其实两个报纸都要看 可是分析师只要看一个就好了 为什么 最专业的就是我 最专业的就是我 那你看我的刚好有金瑞跟光珞的论点嘛 昨天标题就是一模一样嘛 我昨天节目标题他们今天投版的标题 没有错吧 我刚才已经重复过 大摩看空真的没有意义 他 只是Mifi2的关系 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卖报告 有时候要卖得耸动一点 有些就是耸动派 所以你看一些财经节目会特别耸动的分析师 为什么 制造你的那个眼球的一个专注度 吸引你的眼球 吸引你的眼球 吸引的点阅率 没有意义 大摩对我来说专业性 很普通 甚至有时候为 反而反 为着模而着模 没有意思 这边创新高了 我说他看多一堵股票然后居然看空 AB2宅版 这对吗 你说这高速运算AB2宅版不会需要吗 这些卖GBT高速运算不会吗 都通通是社会股 只是社会多还是少 这样听懂吗 晶片最先受惠 啊这是人电 你看人电之前多惨 这个 从底部不要再看 再看就知道 底部 600块跌到 好不容易跌到这边拉起来了 又再刹下去 所以这边再创这波新高刚好 因为之前600块 300块只打对折而已 所以你269你要撤269 这边证据突破第一根 你前波269还断距离你怕什么 你怎么样都比赢过那269300元的人 而且269300元 只是 三坡 半三腰 拜托你半三腰 我希望你听点什么好不好 专业性我要跟你讲 这是 这是那个 蓝电 还有呢 颈硕 3189颈硕 来 看到 3189的颈硕 我会讲得非常清楚 知道吗 这个 颈硕 这边缺口也补了 可是我说景硕 星星蓝电谁最强 南电 都讲很清楚吗 蓝电 所以还好啦 星星 第2强 记起来 缺口也补了 这个缺口 所以南电最强 所以你要买买最强 就像我说德国爱普 你要买买最强的 一样嘛 不论是不同族群或同族群 但是同族群比较 比较实在 好不好 这我一直跟大家讲 那什么 智源 这也是怎么样 爱普先喷 他还喷 智源等于老二了 可是没关系 你想想看你要怎样分析师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今天的那个直播 看到直播人数多少 照理说 照理说今天直播人数比较少 1420 很多网红这样直播 1420 比之前多 他还是怕一下 正常我是大概1000人 好不好 加888 我刚才说什么 好这哲人貌是你们看过最认真的 就加888 我凌晨一两点发文章 有些人不相信 888这么多人 责燃烧生命吗 你以为可以开玩笑 所以很多人缴 顾问费用给我 他觉得 怎么样 他觉得是最值得的投资 当然是啊 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研究分析师团队 加888 有找会计师的 有找分析师的 有找外资出身的 有找台大毕业的 同学 加888 你们看到 我们都是他认为最认真 嘴巴都可以说嘛 那为什么经济头版新闻是我的站着 为什么你看到很多分析师在最有解盘 跟我前几年结的好像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加入行列 讲标股人都可以讲啊 我爱普 我讲一个最简单就好了 我只要讲一个最简单就好了 我修爱普的简讯 我只要问一件事 这是修特抗的 我修个最简单就好了 这个我在这边 1月30号这边 送的这个资料 爱普跟创文 你自己看涨多少 光爱普就好了 对 60% 1月30号没错吧 再看一下 来看一下 爱普 所以你去想想看你要整个分析师 1月30号送到现在 在这边 这边这边你没有看错 200块到这边325 60% 在这边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分析师 一堆股票 我是燃烧生命 我才有这么好的绩效 如果你认同哲哲 尤其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候 你的股票怎么办 想清楚喔 弥评所有的金融风暴 可是你的股票 没跌了 可是不动 不动就是该死怎么办 赶快来找我 你不要等着迷评之后的金融风暴以后 我的股票就喷出去 第二轮的喷出去上涨 爱普跟创文上涨 400块500块 是吗 你要赌吗 还真的会到400块500块 第一时间来找我 所以欢迎留言下去 080668085 080来来 帮你帮我 把钱交给 比你更在乎 你手边股票 把他用生命来对待的 分析师 我想那就是我 有预祝各位能够 帮打钱 欢迎帮我们的影片留言按赞 想要知道更多标普资讯吗 也欢迎您来电恰学 0800668085 0800668085 荣耀华尔街 我们再会 观众朋友注意喔 最近诈骗盛行喔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外都不是 LINE小组 S178 Teregrim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178 Teregrim私人账号 小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Z偷偷偷假冒 Z的账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 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喔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